我們一起來倒數 歡迎他們出場 8 7 6 5 4 3 2 1 正式加入我們的TASWORD 141 特解隊 我們歡迎我們的 愛月熱狗壽司 是小村大園 Yeah Yeah 好來歡迎歡迎歡迎 我們請我們五位呢 站在舞台的正中間 Right here 熱狗在這裡 在這邊 我們大家往前面一大步好不好 Here we go 然後大家集中一點點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們給我們的兄弟喔 這位太前了太後一步對不對 OK 這樣可以嗎 好 再一小步再一小步 不好意思 OK 好 我們的 腳隊 兄弟粉色 好這樣好不好 我們先往左邊看 先往左邊看 Alright 我們慢慢轉到中間 自己抓自己抓 看到中間 好 好 在那邊右手邊 然後 再回到中間 正式加入大家 我們等會還有一個正式的Photocall 在我們那個記錄車那邊 我們等會在 我們這樣摩托車回程的時候 我們有兩段的這個Photocall的時間 好吧 給我們 see Freestyle 集中一點 然後看中間 Yeah there we go 我們這次非常高興 我們的兄弟粉色 我們的Guts 加入我們的這個Pass Force 141 Pass Force 141呢 就是我們EC特潛隊 也是在我們的現在戰爭山裡面的一個特攻隊 OK 然後正式五位 加入我們的Pass Force 右一點點 在我們拍舞台的中間對不對 好這樣子 不好意思 OK 再來再來 不好意思喔 各位 我們右手邊 因為剛剛燈光 好回到中間 然後左手邊 Alright 我們把我們的麥克風 打給我們的五位好不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兄弟粉色 要不要跟我們的現場朋友們先打個招呼 各位大家好 我們是兄弟粉色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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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說這是第一次 是不是你們講一下 第一次從2017到現在已經六年了 你們第一次又回去寫歌合作出新的這個專輯 那單曲是不是 對 沒錯 現在這次回來到這邊 我們這次的主題呢 其實是團隊team 因為如果有玩遊戲的話 你知道團隊非常非常重要 回來有這樣子一個團隊的一個精神 有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大家自己講一下 我覺得就是 很特別啊 因為其實 因為我們是真的說解散就解散 對 就是 然後當然中間有短暫的合體過 比如說一些 那個金曲獎啊 或者是一些阿樂的表演 對 然後我們自己有一個音樂前 我們有短暫的合體過 然後有時候會當買賓啊 一起合作 對 其實我們合體 其實也都是唱一些 之前的舊歌 對 其實我們五個人已經很少聚在一起 大家為了一個主題 然後小信老子寫歌 所以這一次真的是 重新找到了一起 那時候好像回到幾年前那時候的感覺 歡樂 真的是非常特別 他們剛剛其實我們在後台 因為 像我們其實說要一起打電動 這件事情 真的是蠻難得的 因為平常真的大家都忙 對 然後今天有個機會是 剛好我跟Call of Duty合作 然後你強迫性的 你一定要在一起打電動 就是真的很爽 真的 我覺得男人只有兩個主題可以打幾個 一個就是打電動 另外就是運動 譬如說打球 或者是打電動 是不是 對 常打電動 對不對 對 我們都會知道 是Call of Duty合作 我們一起回來 你把它上舉一首 我說 做吧 這一定要做吧 對啊 自己打很多遊戲是不是 我 對 這個遊戲本身有在玩 所以你知道這個遊戲的好玩在哪裡 當然 當然 誰不知道 Exactly 誰不知道 如果喜歡打第一人生遊戲的話 This is it 就是 就是Call of Duty 對 就是Call of Duty 其實我們可以講一下 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的這首歌叫 Return to Duty 那Return to Duty 簡單英文翻譯的話 其實就是回到你的一些責任 對不對 這回到這個團體 這一次真的 Call of Duty Return of Duty 跟你們聯繫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馬上就說 我們一定要做 我們要寫歌 我們要拍MV嗎 大家可以講一下 其實回歸到音樂的時候 一開始大家就有一個初步的想法 說要寫什麼東西 然後寫完之後就開始進錄音室 然後錄音室的話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段落 要做 要做 對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啦 在音樂上面 除了唱之外 還有一個比較好玩的就是 呃 我還有彈一些其他 尤其後面 這首歌的偽咒 偽咒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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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調這個音色就是那種有點Pistortion的那種音色 就是那種很重金屬的音色 因為我最近很多東西都是比較輕的 所以這種感覺就 感覺就 回到就是很年輕的時候 那種熱血沸騰的感覺 那跟這個 跟這個遊戲是非常非常的像的 尤其我們挑的這個音樂 我們先講一下 那個時候丟出來的Demo 就說 要這種 有種那種New Metal 對 因為New Metal就是比較90年代末 2000年那個時候的樂風 現在現在很少有New Metal這種音樂型態 但是呢 你看現在又吹起這種 2000年的這種 你知道Y2K的這種流行的風潮 我覺得就搭上這個風潮 我就來去做這種 比較New Metal的歌 那我自己心裡是很開心 那小春 Source裡面可以講一下 在剛剛阿岳講到 在因為在寫歌的時候 這個製作的一個這個過程 你們自己有什麼樣的想法 有沒有什麼 分別我們要怎麼去做 或者是分別一些工作 然後 在寫歌的時候 有沒有已經想到說 Music Video要怎麼拍 因為我們第一次看到Music Video 現在已經寫播 YouTube超過一百萬 蠻特別的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這一次主要是大淵主導 這整首歌 因為其實前陣子大家這歌是在忙嘛 然後大淵就說 那他來Handle 因為他前陣子在玩Game 對對對 而且他是最了解 最了解這個遊戲的人 然後 也知道這個Vive是該怎麼樣 其實那時候我記得 印象蠻深刻 有一個畫面好像是 遊戲畫面在磁聲機上面 準備要降落 要執行任務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時候我們前面進來的那個 氣氛就是有那種神聖的感覺 然後就是要出發 但是其實心裡會有點緊張的那種氣氛 我覺得你講得 right on 因為如果你有玩 這個只有玩家才知道 call of duty 要從直升飛機跳出來 或者是門要打開 那種緊張 你知道你半夜打遊戲的時候 你會緊張的 會全身 會ㄍㄧㄧㄥ起來的 怕吵到小孩子 真的要小生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現在舞台上都有小 哈哈哈哈 對 所以這次的過程 其實應該 應該有蠻有趣的 對不對 對 像剛剛那個阿岳講說 就是他有負責的 刷那個吉他 但我跟大家分享的有趣就是 那天我就是 請阿岳來錄音室幫我錄這個 吉他的部分 但是後來 他就打電話跟我講說 ㄟ 錄音室有吉他嗎 ㄟ 我們錄音室真的沒有吉他 哈哈哈哈 然後好險 最近小春就是 他有在學吉他 然後來買一把不錯的吉他 我當下就是 跟他講說 我下錄音室拿吉他 我就開了車 然後 然後到他在樓下拿吉他 然後剛好阿岳到錄音室的時候 我剛好也挺好車 對 所以就這樣 所以沒有吉他 錄音室沒有吉他 小春最近在練習吉他 對 剛好我買了一把練吉他 喔 所以這一次 剛剛阿岳講到的這種 這種MEDAL的感覺 應該蠻爽的 因為他其實 剛剛蔬姐講到 那個VIES 你一定要懂 GAME裡面的那個心態 GAME裡面的VIES 那個音樂才會出來 對不對 講一下 這一次 裡面有彈嗎 我沒有彈 喔 吉他是他的 所以你的吉他 阿岳來彈 沒錯 我攻陷吉他 也攻陷吉他 阿岳 Got it 那 熱狗 聽說下一個月好像有 重大的活動 要跟大家講一下 對 就是我的新專輯呢 其實 馬上就要發行了 然後下個月就是 十二月二十三號 二十四號 我在台北小巨蛋 有我的演唱會 然後現場的各位 那個記者朋友 媒體先進 如果要來的話 請跟本公司聯絡 好 我們會招待大家去看這樣子 八百塊的門票 哈 八百就很上面了是不是 沒有啊 就是有時間要來的話 當然跟我們聯絡 我們一定會那個安排好這樣子 對 那剛才就是 我回到一個上一題 就是那個 有趣好玩的 對 其實我覺得這次合作 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我覺得暴雪 他是一個 很開放 然後給我們非常多 創作的自由的 OK 對 他其實他反而希望 我們這種歌 不要那麼像廣告歌 他覺得說 他可不可以是 像我們兄弟本身自己的歌 然後帶有一點 就是可能遊戲的那種元素進去 對 所以我覺得這點對我來講 我覺得就很酷 他就不是一個 好像說 這麼 這麼商業 或者這麼廣告的歌 所以他反而就像我們自己的歌 那只是我們就把一些那種 遊戲的元素加進去裡面 然後變成我們自己的歌 所以這首歌 在我來講 我就覺得 很好 就是說 對我來講 我寫的時候就很熟 對 我覺得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覺得這給一個 一個在寫歌的時候很重要 因為你有一個創作的一個空間 其實很多很多遊戲 或者是電影 要跟藝人團隊 歌手合作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個範圍說 你要 我們要什麼樣的東西 你去寫 變成說你在這個框框裡面 要做一個作品 但是你剛剛講的很重要 其實那個框框是兄弟粉色的框框 然後裡面呢 我丟我們COD的東西 其實就會不同的這個感覺 然後我也記得 我第一次在看YouTube的時候 我看完的時候 我覺得 Oh man 這是good song 這是好的歌 不是說這個遊戲好 他有自己跳出來 遊戲其實已經很期待了 因為要玩遊戲的人 就會玩遊戲 那其實你這首歌 有那個感覺 你會把這個遊戲加分 我覺得很有特色 兄弟們做的這個特色 那今天呢 喔 那個那天24號 2324 是不是 會不會唱這首歌 如果 各位兄弟 又一來當委才會嘉賓的話 那當然就是可能會唱 那先賣過關子 賣過關子 那現在有人說不要呢 怎麼辦 因為 你知道先 因為我們為什麼先 不要 不會現在講出來 對 誰敢 我們說這個 這後來很難集合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嘛 現在頑童 現在也不是頑童啊 都是大約小春壽子 大家各自去發展自己的成績 對 所以如果大家有時間 我們聚在一起 那我就肯定這個歌要拿出來現場一下 好 我們那個五位四位 拿出手機看一下 23號24號 反正都空了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覺得真的可以期待 反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 我們五位先到旁邊 我們到右手邊 好不好 我們繼續訪談 但是因為 我們今天很重要的一個這個環節 我們要 對 就是你的隊友們 有時候這個時間 他可能沒有在線上 或是你上去之後 你一個很固定音的 我覺得就 就很可憐嘛 就要自行員玩 對對對 所以現在 要都在一起 其實真的是蠻難得的 對 好 你說都在一起蠻難得了 我們現在就給你一個機會 好不好 五位 上場 Here we go 我們這邊已經設定好了 我們就五位直接過去 就原位 原位 alright 直接直接 先可以把那個 麥克風放 坐到位置上 不要要站起來 不在一起哪場嗎 但是我覺得 大約最常玩 阿約最少玩遊戲吧 是 但是你跟我講 你實話 打這個遊戲的時候 會不會有感覺 會不會緊張 會啊 因為你不知道後面有沒有出現在哪裡 所以其實是有一個正確的方式來打 所以剛剛應該很亂吧 沒有 我覺得你們打得不錯 真的嗎 對對對 我好像是一開始直接上二樓 我都躲在上面 那大約教我 因為你們看不到 你們只看得到大約的畫面 對 因為大約教我說 你上二樓 你就在那邊一直打個人 他跟我們看得到 這個地圖就是先上二樓 對 他一開始就上二樓 就在那邊亂掃 那小春那自己 感覺怎樣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 第一次吧 我們五個人聚在一起打電動 這是第一次一起打嗎 對 哇 這算是 哇 五個湊齊啊 五個湊齊 那蠻不錯的 所以 team 很重要 講一講 在一個兄弟本色裡面 這個團隊的精神 要從哪裡出發 隨便 阿約 熱狗 我是覺得就是 兄弟本色是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組合 就比如說 如果我自己做音樂的話 我的音樂風格 可能就大概就那樣子 然後阿約做他音樂的話 他的音樂風格 可能有他自己的想像 然後頑童也好 或者是大約小春壽 他們自己做音樂 他們有他自己 一個音樂的範疇 可是當我們五個人聚在一起 變成兄弟本色 做音樂的時候 我們的音樂是 沒有極限的 就是 比如說兄弟本色的音樂 可能我自己做 我不會做那樣的音樂 可是在兄弟本身 是成立的 就是 我覺得做這音樂 我覺得我以前 不會做這種音樂 可是在兄弟本色 我們什麼都願意嘗試 什麼風格都會去做 很活 對 所以我覺得兄弟本色 仿佛就是給我另外一個 好像 一個方向 然後跟一個 我平常不會這樣子去 做音樂 或者寫歌 或者這樣表演 可是在兄弟本色我覺得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而且我也很樂意去嘗試 我之前可能不熟悉的領域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感覺是特別好的 完全認同 那我們這一次呢 決勝時刻 我們的這個 現代戰爭3 全球今天 Today 11月10號 在我們Windows PC Xbox Series XS Xbox One PlayStation 4 PS5 全球發行 我們非常謝謝我們的Guts 團隊 我們小隊 然後我們電子連放完 還有我們的平面的訪問 好 各位有幾張 還要抓的嗎 這也是自己舉手喔 好不好 他們自己看 好 那我們謝謝兄弟本色 給他們兩分鐘的時間 休息一下 我們做一點Selling 然後我們就在